2021年12月9日上午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开业庆典新闻发布会 在北美医疗诊所成功举办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创办人 著名家庭医生谷世安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联合创办人吴英达医生 大温地区著名呼吸科专家关惠莲医生 温哥华社团联系会主席魏仁明先生 木兰健康创始人温哥华总医院护士李美玲女士 繁高旅游的创始人王威女士 天海邮轮假期魅女士 以及各界媒体同仁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创办人 大温地区著名家庭医生谷世安至开幕词 谷世安医生首先介绍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 是大温地区唯一一家中英双语旅行医学中心 为大温地区及华人社区提供全方位的旅行医学咨询 风险评估 并提供旅行医学疫苗处方及注射 旅行医学药物处方等全方位旅游医学健康服务 而且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已经可以为将要 前往任何国家的出行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和血清抗原检测 并在24小时内给出检测结果 极大的方便了华人社区 这个旅行医学中心呢 我们是全大温地区唯一一个双语 就是中文和英文 同时呢 由华人医师主理的旅行医学中心 这个旅行医学啊 对好多华人来讲 相对来讲比较陌生 实际上呢 旅行医学诊所呢 在这个加拿大来讲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来讲 已经是存在很长时间了 他们对这比较熟悉 就是说你到任何这个国家以外的 就是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去旅行 你都应该先去看旅行诊所的医生 特别是你如果要到非洲 到这个南美 加勒比海 东南亚这些国家 相对来讲呢 就是比较热 他的传染病机会比较多 一定要去看旅行医学诊所的医生 提前呢 要注射很多疫苗 而且呢 医生呢 要给你做一定的就是资讯 看看你适合不适合到这方面去 然后去的时候呢 你应该注意什么 比如说你到高原去 你到西藏去 或者到南美的 像秘鲁啊 伯利维亚 像这个米秀比秀 这个这个都是很高原的 你是应该注意什么 你原来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应该怎么办 特别是呢 一些常见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比如说到东南亚 我们要打日本脑炎 这个像据常见假肝乙肝 再有呢 就是一个黄热病疫苗 这黄热病疫苗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加拿大政府 发放的一个疫苗护照 这叫黄热病 黄热病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 它的特点黄热 就是黄胆和发烧 甚至引起肝肾功能的衰竭 好多这个是加拿大政府 现在授权我们这个诊所 可以注射这疫苗 可以发放这个疫苗护照 代表加拿大政府 有的国家像非洲啊 南美一些国家 如果你没有这个疫苗护照 政府发放的 它根本不让你入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旅行 可以说大家是非常高兴 这个非常应招一抱 这一件事情 但是旅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旅行安全里边的医疗健康 你的身体健康 又是更最重要的 一旦你生病了和传染上任何传染病 不但对你的旅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呢 你回来之后 有的人是甚至会有些个延续的一些个病发症 比如说孽疾 在非洲是很猖狂的 现在在 就是现在在非洲 每几分钟就会死一个人啊 如何预防啊 这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疫苗还有一些个病呢 是可以吃口服药 还有一些口服疫苗的 总之 旅行医学 对于你将来 要想旅行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新冠疫情这个 慢慢稳定之后 控制住之后 大家的旅行的欲望啊 是很高的 一定会掀起一个旅行的一个热潮来啊 大家可能待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来讲呢 如果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旅行医学 诊所的医生 做consultation啊 做一个资讯 另外呢 我还想提醒点 要做这些呢 一定要早 因为有些疫苗呢 要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注射完 甚至几个月啊 所以你要临时前几天 出发之间 前几天才去看医生 那有时候就来不及了 是吧 再有呢 新冠的疫情呢 现在也是旅行的重点 就是这COVID-19 现在好多国家都要求不同的 注射疫苗是肯定的了 现在加拿大政府已经要求啊 必须要注射两剂啊 你才能来 甚至将来可能三剂四剂 另外呢 要求做核酸检测 比如你去美国 他要求你做核酸检测 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 你到中国呢 就要核酸的抗原检测 还有呢 血清的抗体检测 要双阴才可以啊 现在我们旅行学诊所 都可以做这些检测 而且我可以说 我们呢 的价位在全大文地区 相对来讲 都是最低的之一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尽量给老百姓 创造一些个方便便利 而且特别是我们华安社区 有了这个旅行医学诊所之后呢 我觉得会对你的旅行 会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们特别呢 准备了一个设计 准备一个旅行 这个疫苗的护照啊 像这种啊 我们特别因为我们是双语嘛 啊 有华人医生助理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疫苗都翻成中英文了啊 另外呢 我们对医生花了很多时间 查阅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啊 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啊 在里面 这些是没有疫苗的啊 我们都给列出来 然后呢 就看你预防什么 注意什么啊 还有一些个关于安 这个旅行安全的注意事项都在这方面啊 所以来讲呢 我觉得旅行啊 是一个高兴的事情啊 旅行医学 注意保证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联合创办人吴英达医生 向大家介绍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 是由加拿大政府公共卫生局认证 并授权的旅行医学机构 其服务内容包括 对于即将要出门远行的一些朋友们 提供一个全面的身体状况的评估 其次 及时通告大家 即将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 并如何做好防范 旅行医学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想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呢 它是主要呢 能够为广大的那些即将成型的那些旅客们呢 提供一个全面的身体方面的评估 这样的话呢 你就知道 对于你原来有的那些慢性疾病 那么对于这次旅行 你应该特别的注意些什么 需不需要调整药物啊 需不需要有一些额外的注意事项啊 等等等等 你可能也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知识 就是说你即将去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一些 我们这儿是不常见的这些流行病 那么它呢 应该怎么样的预防 包括你那些 你的行李代理应该准备一些 extra的什么物品啊之类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旅行育苗 那么这个呢 可能有许多朋友可能会说 旅行育苗不是我在我的那个 家庭诊所的医生也可以打吗 那实际上呢 这个还是有所不同的 一个呢 就是旅行医学的旅行的育苗呢 和一般我们平时打的育苗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些诊所呢 不一定会具备这些 因为它是需要特别order 也就是说你是针对这个旅行这方面的服务的 你才会有这些育苗 其次呢 特别是一个黄热病的这个育苗呢 实际上它是要通过那个整个加拿大需要申请得到那个国家的authorization才可以实施的这么一个育苗 然后呢 打了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正式的黄热病育苗的这么一个证书 那对于非洲的有些地方呢 这个证书呢 对于它的入境呢 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你买了机票 你去了 但是到那边你没有这个育苗的证书的话呢 实际上你是不能入境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这个旅行医学的重要性的一个体现吧 受邀前来与会的各界嘉宾 分别阐述了旅游疫苗的重要性 大温地区著名呼吸科专家关惠莲医生讲道 非常感谢古医生创办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 不仅可以很好的为大温社区服务 还为所有未来有出行的人提供便利服务 希望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未来越办越好 中央公园旅行医学中心开业典礼 在热力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优先传媒报道 好